世界原住民族旅游高峰会 今年由台湾主办 到时会有来自20个国家 约150位的外宾参与这个盛会 主办单位圆明会为善尽地主之宜 由于将主委带队先行踏访 平农县物台部落 了解动线规划与游城内容 希望将部落的特色与美好 与外宾分享 在我们五天的活动里面 有两天是安排我们国外的参与者 来到部落里面做一些旅游跟参访 所以我今天专程的来 听听解说演的 在地解说的这种说法 物台部落是全台卢凯族最大的部落 也是卢凯族的文化重心 沿着部落乡道就能感受 当地族人的生活与艺术文化 包括石板屋 石雕 刺绣及编织工艺 主要是以这个研板下 从入口到杜巴南的博物馆 然后到猎王小站 甚至到这个文物馆 还有这个馆场 这个活动 主要是在这个社区里面 看这些七十 看这些人物的介绍 两年一度的世界原住民族旅游高峰会 希望透过各领域的分享和交流 共同探讨如何借有原住民族文化及自然生态 以在地的观点导览解说 并共享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 共同推动全球原住民族旅游的永续发展 原住民族旅游八浪屏东屋台 尝不倒